近日小S在社交网站上调侃黑人陈建州的影片 却被网友质疑又喝醉了 对此她不仅立刻反驳 更扬言短期内不发了 字句中透露着无奈 近日小S分享了一段影片 只见她带着大女艾丽到好友黑人家玩耍调侃黑人 以最近拍的杂志让我很想吐 发风一转 改口夸奖黑人成立台湾新职业篮球联盟 做出的这番大事业 让身为好友的她一意为荣 随后有网友质疑她又喝醉了 对此小S回应 我短期内不发了 发什么都是我醉了喝多少了忙了吧 讲话不清楚了 烦了 人们冤枉久了会很不舒服 晚安 言语中透露着些许无奈 黑人也帮她解释到她真的没喝 此前小S在微博摔出一张抓着头发的自拍 发问感慨 每个人都有多少觉得自己委屈 不甘心痛苦 如果你就陷下去了 那就几乎别人也救不了你 我不是要你当钢体人 但你可以试着抓住一丝人性吗 其实有时候放掉 反而可以重新认识自己 是你可爱 让我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